蟑螂州仗偶心形容 今年的山火季節特別多山火 再加上新型肺炎疫情雙重衝擊之下 令到州府的資源短缺 江南報導 蟑螂州仗偶心表示 過去72小時發生超過一萬次行旅 目前加州已知有367宗山火 因為星期日閃電引發仍在焚燒 大部分位於北加州 其中23宗是大山火 環區一帶的山火都幾乎未受控 包括石米特縣和Santa Cruz一帶的 CZU山火 南灣的SCU山火 和北灣的LNU山火等等 柳新表示 會撥款8,560萬元 給加州森林及消防局CALFIRE 增併長期消防員救災 另外昨日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希望調配更多救災資源 建議所有加州居民收拾細軟 準備隨時要疏散 尤其是附近有山火 拍車時 車頭要向著車道 以便可以快速開車離開 柳西亦都呼籲大家 在這段期間盡量節省用電 今年以來加州一共發生 6754宗山火 比上年同期多了2千多宗 26台機就是一個南部 現在在美加各地 都是收睇到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或電視收看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sbtv.ktsf.com收看